今天我們花蓮慈濟醫院泌尿部 給大家提供的民眾味道講座題目是 腦中風跟尿失禁 大家不要想說腦中風跟尿失禁跟自己離很遠 其實有時候很近 那我們注意看看 腦中風跟尿失禁到底有什麼關係 首先我們要知道一個人要正常的解小便 那我們通常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膀胱 就像小便的時候會很強 持續替雕結束 那我們的尿道要通常沒有任何阻塞 不管是功能性的還是解剖性的 那我們最重要是要有良好的神經控制 也就是說你要感覺有尿的時候 你要能夠感覺到 如果你沒有辦法感覺到 那可能就會影響到你的對於尿的控制 而且你解小便解了之後呢 你要能感覺到 我現在解了一半了 快結束了 好結束了 要有這種感覺 這就是良好的神經控制 那這個神經控制呢 除了從我們的膀胱 經過我們的脊髓到大腦 所以它到大腦之後呢 它可能在我們的喬腦 這個有一個協調中蘇 最重要是我們的前腦 前夜 還有我們的一些中蘇神經的系統 這些東西都會影響到我們對膀胱 脹尿感、急尿感 還有最重要的是能夠控制小便 也像勁流 那個擴約肌能夠鎖住的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當腦部有了病變的時候 會使我們膀胱的感覺 傳入動作 如果啟動要開始要小便 或是說小便當中要停止 這會受到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 腦中工的人會有排尿的問題 會有尿失劑 所以我們大概 排尿跟神經控制 最後有三個主要的地方 一個是我們的大腦 這個地方叫喬腦 這是我們的生命中蘇 這個地方是負責協調 所以當這個以上的地方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對排尿就變得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有尿沒有尿你不知道 那小便膀胱脹到一個程度要收縮 你也沒辦法去控制它 所以我們很多重瘋的人 巴金森士症的人 或是有早期的阿茲海默 這個早發現的痴癌症的人 他可能對有尿沒有尿就沒有辦法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他就膀胱 一有尿他就尿出來 那不知道的家裡的人 常常說你怎麼沒話說 不要不講就尿下去 其實不是 他根本就不知道尿到什麼程度 那從這個以下到我們的腰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排尿反射中途 這個見水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的膀胱的控制力不好 但是控制力不好呢 我們在解小杯的時候 擴約肌放霜也會不好 所以會產生一些病變 就排尿的時候壓力很高 緊不乾淨 這個另外的事情 還有以下呢 就是會造成膀胱沒有收縮力 或是神經受傷 這些都是我們排尿的控制 所以腦中風的病人呢 他從膀胱會剛開始的時候 一個人中風之後他可能會休克 不知道 那脹尿到急診室趕快倒尿 倒出來 接下來他會有一段時間 不知道沒有感覺 脹尿是三百五百一千 他都沒有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呢 最容易受傷 最容易說造成膀胱的受傷 所以這段時間裡面 通常我們醫生都會 放倒尿環 流至倒尿 讓他膀胱保持的不要過脹 不要傷到他的神經 等到三到七天之後呢 他開始會有神經慢慢的回來 腦部的腫臉慢慢消了 這時候他會開始會有感覺 好像會有尿易感 可是這時候呢 他還是擠不出來 他沒有辦法啟動 要等到兩個禮拜左右 一個月 他慢慢的才會 慢慢可以擠得出來 所以這段時間裡面呢 常常醫師就會跟他說 流至倒尿管 或者是說他必須要 學著階階性倒尿 所以這是流至倒尿管 這當然不是很方便 可是有時候沒有辦法 你說家人倒尿 他自己不會倒尿 家裡人如果沒有辦法幫助他 他也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但是事實上呢 腦中風的人呢 他受傷之後呢 他的這個神經是會恢復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同那一個人 他剛開始死的時候 是膀胱沒有收縮力 然後慢慢的人有收縮力 可是這個收縮力很弱 不足以去排尿 一直到三個月以後 他才恢復正常的排尿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沒有解小便 剛剛好這個男的病人 他攝護性有比較大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被醫師說 你這個可能是攝護性有比較大 就幫你開刀 結果開完刀之後 等到他膀胱恢復的時候 他就反而會控制不住 會造成嚴重的尿失禁 這是很危險的 當然腦中風的病人 除了尿失禁之外呢 他還有可能會有排尿困 為什麼會排尿困難 第一個就是他沒辦法知道有沒有尿 那沒有尿 你如果時間到家要去尿 他怎麼站也尿不出來 第二種是他會有一個解小便的 排尿的時候 他的膀胱頸很緊 因為中風之後呢 他的治癒神仙張力會很緊張 因為這是身體的保護作用 這個緊張結果會讓我們的膀胱頸 會變得非常緊 所以這個時候呢 用藥物慢慢會改善 那還有有時候 這個病人 他有這個尿液感 他只想說結一點點 可是他就沒有了 那尿液感就沒有了 所以當我們的膀胱沒有感覺的時候 雖然裡面還有兩三百三四百CC 你也是排不出來的 所以這是腦中風一個特元的現象 這些東西當然隨著時間會改變 但是在他還沒有完成之前 可能會造成這個病人或者是家屬 照顧他的人不曉得困難 那這些困擾呢 可以有時候會造成 有時候醫師會跟他做錯誤的決定之後 去做錯誤的治療 那就很不好 像這個東西 有些病人他幾小便的時候 因為他寒光收縮 所以呢 他會想慣了 不讓他尿出來 所以這個壓力就很高 有時候就會被誤以為說 他是攝護腺的問題 然後去做手術 其實根本不是 他是扣躍肌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教病人說 那如果你剛開始解剖好的時候 拜託你就教學這個間接性導尿 間接性導尿其實很簡單 他不是很困難 所以我們另外再來跟大家做討論 那間接性導尿的時候呢 一定要記得按照時間 按照醫師的 這個吩咐多少時間導一次尿 這樣子把排光經常排光出來 就比較不會產生產要多後續的感染 這是導尿器械的東西 導尿管 那其實導尿的 並不是要完全消毒 只要清潔導尿也就可以了 那當然在文件期之後呢 尿失禁就是一個大問題 尿失禁 那這個尿失禁可嚴重 也可能很纖維 但是總是會尿失禁 那最主要就是中樞 對於排尿抑制的不足 所以他有尿液感的時候 其實排光經常在收縮 排光經常在收縮 排光經常在收縮 他要靠他的擴約肌縮緊 可是他沒有辦法控制 他沒有辦法說 好像我們現在說 大家收緊你的擴約肌 大家都有能力縮緊 他沒有辦法 所以人家就會跑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藥物來治療 抗膽鹼藥物來治療他的尿失禁 但是抗膽鹼藥物吃久的時候呢 還有另外一個步驟 就是當你的大腦裡面有很多退化性的病病的時候 有時候會讓我們的認知功能變差 所以有些病人來拿藥 拿了一年兩個 一直在吃這一列的尿失禁的藥 那我們就問他說 你現在吃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 他最近講話都講不清楚 迷迷糊糊 有時候是藥的關係 所以呢 大家如果吃藥 吃久了這一列的藥 尿失禁的藥 久了之後 如果你覺得 最近好像在記什麼東西記不清楚 好像你的認知功能 逐漸變差的時候 千萬要跟醫生講 有時候是藥的關係 不一定是說你本身老化 或是其他的因素 所以就是給大家看 尿失禁 膀胱的控制力不好 所以呢 他腦中風的人呢 因為膀胱不靈敏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主顧他 要早一點去尿尿 你去他 也許他尿不再醉 可是有時候吃起吃心 慢慢又尿一點 這樣子總比說 他等到尿很脹 來不及的時候 會來得好 尤其是腦中風如果比較嚴重 因為半身不隨 半身不隨的話 你要脫褲子 要到廁所 有時候就不方便 那如果說因為這樣 就把他包尿物 其實也是不應該 我們能夠治療的範圍 要給他治療 用藥物 做一些生活上行為的一個修正 跟指導 讓他得到一些生活上的改善 或是提醒他要去上廁所 早點去解小便 這些東西可以解少他的一個 尿失劑的發生 也讓他會覺得 這個生活品質會比較好 好 那在藥物上面呢 當然我們會用抗膽檢藥物 來抑制披尿肌的反射 那如果病人同時有膀胱疏膏阻塞 像是剛剛講的膀胱疾的問題 攝護腺肥大 我們也可以同時用藥物來治療 有些病人呢 他的抗胃肌很緊 合併有這個放鬆不良 造成排尿困難 我們也可以加上一些 這個量到抗胃肌的放鬆的藥物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就是抗膽檢藥物 不用太久會有認知上的障礙 那有些老狀瘋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早上起來就坐在輪椅上 坐在輪椅上他整個下肢都往下 所以下肢的水都在裡面 等到你晚上一躺平 身體躺平 這血液循環好了 這個水又回到我們心臟 然後變成尿 所以夜間尿會很多 夜間尿會很多 有時候一塊尿布都來都不夠 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有時候我們在下午 會給他吃一個 一點點的抗利尿荷爾蒙 或是用一點利尿劑 或是抗利尿荷爾蒙 來減少他的夜間尿的產生 這樣也會有幫助 這些東西 對於我們的一個 腦中瘋 病本的夜尿 還有尿失劑會有幫助 那對於尿失劑呢 讓我們可以使用 落毒桿菌毒素A來注射 打在他膀胱裡面 減少膀胱的過動 讓他膀胱增長 除尿的時間 除尿的量 這樣子的尿失劑也會有幫助 這是我們打針的情形 打完針之後呢 他的膀胱濃量可以增加一倍 減少他裡面的收縮 也可以降低他的收縮力 不過呢 這些人打的時候 有可能他會解的比較不乾淨 這也是要醫師要定期 要追蹤來看 那如果說排藥有困難 有攝護腺肥大的問題 那我們就 在手術 在中風之後呢 半年內 或是一年內 最好不要手術 因為大部分人都有在吃抗淫血劑 有吃抗淫血劑之後呢 手術可以增加手術的風險 能夠用藥物治療 盡量用藥物治療 好 那如果有時候有些人 他會有收縮力比較不足的情形 再用一些藥物來幫助他 讓他解的乾淨一點 好 那如果是感染毒素呢 有時候也可以打在我們的擴約肌 打在擴約肌的時候 可以讓他鬆一點 也許每次小月可以解的比較乾淨 那如果說病了真的有前列腺肥大 經過藥物治療還是不好的話 還是可以手術 不是說不行 但是最好不要 這個剛中風的時候太近去做手術 可以的話就等一段時間 六個月甚至是一年以上 這樣子會手術比較安全 好 所以呢 我們對腦中風的家人 朋友或是你認識的人 其實我們要知道 腦中風的病理 他的尿失禁 排尿困難經常會有 那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要確定他的問題 然後給予適當的治療 那要注意 長期使用抗膽檢藥物 那有時候會影響到 他的認知功能的障礙 我們有其他的藥物 可以做修正去改變他 那我們盡量不要採取手術的治療 以免他的尿失禁的症狀更加的惡化 這是我們今天帶給大家的 泌尿的一個小嘗試 那我們在下個禮拜 下下禮拜五 就是我們的一個三八戶民節 那這一天我們跟大家預告 我們全台灣 從南到北東西各大醫院 我們同步舉辦一個 這個叫做 婦女泌尿健康守護者聯盟 來給大家做這個 尿失禁的一些 婦女尿失禁的直播會教 大家如果有空 可以在我們三月八號 星期五 在上午十一點半到十二點 在我們的門診大廳那邊 我們有這個會教 而且還有有獎偵達 還有這個小獎品會給大家 那如果說不能放醫院的呢 也可以在用手機看我們的一個 演出的直播 那同樣也可以了解 我們在裡面所做的內容 那今天跟大家簡單的介紹 然後中文跟廖四季 希望給大家有一些 很好的一個幫助 謝謝